今天大年初二, 传统要吃开年饭 上还一家海味店 六十年来都是选择初二 和一班员工一起吃开年饭 近几年经历疫情, 经济转型 海味店和香港人一样熬过疫境 前景越来越好 负责人更感触到眼淋淋 马上冻胀细望 恭喜发财 欢迎收看年初二晚的冬张西亡 今天是传统习俗的车工弹 一如以往, 新界乡议局主席 去了车工庙求签 为我们香港祈福 今年求到15号中签 看到签文有选了 又有失却了的这些字眼 有解签师傅就说 这支签属于中下签 以运气来说, 就一般 但事在人为 不靠运气的, 就靠自己 说得非常好, 若声 计我说, 今天是年初二 吃开年饭, 开个好年 一定会为农年带来好运 今天是大年初二 又怎样都会一项丰富的开年饭 就像这家海味店 他们每个年年都会齐聚铺 慶贺新春假 喝杯, 再看身体健康 这家在上环开业六十年的海味店 一直以来都会在年初二 跟整班员工一起吃开年饭 不过早几年疫情, 生意差了 又怕感染 所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 上年还剩下七个 不过今年就可以开两围了 证明香港市道也好了 早上十一点, 吉时到 老板吴先生就带头拜神祈福 和点香烛 祈求店铺新一年生意兴隆 大家平平安安 老板还亲自下厨煮白菜一汤开年饭 接近十二点 摘菜、乳猪和法菜蚝市等菜式逐一出路 齐人, 开饭了 今天吃开年饭, 大家吃得豐富吗 豐富 很满足吗? 很满足 很开心 开心 老板看来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不, 吃过年了, 当然要开心 是否每年都是这样吃呢? 一定要这么齐齐整整的呢? 一定… 这个筍虾, 廣东人说是拌筍的 筍虾, 拌到… 对, 就… 有凉肥鱼朱外肴 对姿赤, 身体挺健康 就像你, 蜂 ה 흥 problem 这个也是好 saw 这个鱼香热漫 Sche我不服 是什么新年的农�н 爱自己自己来说 我怎样 Tak取得健康 是 就是 Uganda 咧喜欢生意轻聋 希望比去年更好 这个愿望几十年来产号 就這樣說, 今年公司的上下 真的做事比前年好很多 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 我今年很驕傲 雖然生意不太上下 但真的感動, 真是… 本伙計從上至下 真的做得比前年好 我剛才說是非戰之盡 今次很安慰… 你的員工這麼親愛, 給他們一個非吻 我不是非吻, 我只想抱著嘴巴 那我立即打開, 讓你來, 老闆 好, 真的, 謝謝 好, 謝謝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謝謝… 店舖吃傳統菜國節 街坊也有不同的食法 我們今晚打算燒東西吃 這麼早就買還是燒東西吃? 對… 現在正在選擇, 應該會燒海鮮 那今晚是你負責完成所有食材 給你負責吃嗎 沒錯…爸爸負責幫忙燒 你小朋友也很開心 新年了 有蝦, 蝦大笑, 開心心 大頭蝦 很划算, 這個很划算 一百八十元在那裡賣, 這個很划算 很划算, 吃蝦是… 吃蝦, 怎麼說又生生猛猛 盆菜和蟹 還有海鮮也跟其他人吃 今天價格賣會比較貴嗎 差不多 也不是差很遠 一家人冷得最在一起 大家平時在國旺 圍在一起開心點 買盆菜, 大家吃得更豪華 這個叫做… 昨天是大年初一 但在元朗朗平村 有一對四十多歲的兄妹 發生了口角, 繼而動武 據說, 最初他們為了小事而爭執 之後哥哥就動手打妹妹 妹妹就還擊 拿起一把菜刀 還割傷了哥哥的手 最終兩人被捕 你說為了口氣, 輸了親情多不值 不如看看以下的超聲練習生 每個人都很好感情 S.I.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亞洲超聲團一般學員 以歌聲向觀眾拜年 在一面心裡才能說什麼 在忙碌的海之中選擇我 我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一個我 東張西望安排他們 以接龍遊戲方式 跟觀眾說賀連說話 看看他們誰最聰明 到我了, 是嗎 祝大家年年有餘 馬路剛準備輸 龍馬精神 生意清隆 拼拼 學習進步 汪子成龍 我還沒 我來生 祝大家一馬動千里 那我祝大家馬到成功 祝大家天天開心 祝大家學業有成 又學業有成 他剛說的生意進步 祝大家初入平安 祝大家早生貴子 好 大家錯了 祝大家生日快樂 什麼 吃不了了 今年怎麼又生年 生日快樂 有人新年生日 有新年生日 有人新年生日 有新年生日 有新年生日 你們覺得快樂嗎 我覺得他早就該走了 沒有 沒有 不覺得 拜拜 拜拜 那個我雖然下班 哈哈 祝大家四季平安 我有了 祝大家飛黃騰達 我有了 到我了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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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東冰 堪稱 祝大家不勞而貨 哦 這是祝福嗎 有一點 你說你說 踩運滾滾 哇 厲害 祝大家 萬事興隆 可以吧 好 公黑發財 講過 有人講過 好像真的美容 遊戲還在繼續 還沒大集 到我了嗎 祝大家可以對自己的孩子 萬字成龍 說了 我說了 萬字成龍 我說了 我說的萬字成龍 5 4 3 2 1 出群 祝大家 祝大家永遠不死 哈哈 祝大家萬事勝意 他說了 沒有 萬事順意 他說沒事 好像萬事如意 剛剛是 萬事如意 萬事順意 萬事順意 祝大家也都要往個忙 祝大家升職加薪 天啊 祝大家家財萬貫 對 哇 我 我 啊 啊 我到你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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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和萬事興 5 4 3 2 我走了 我走了 我不該待這麼久了 我就不可以 他放棄了 祝大家 什麼 合家 歡喜 OK 合家歡喜 OK nice 我只說了一開始 啊 生意興隆 他生意興隆說了 說了 那我也走了 哈哈 他沒了 他沒了 我也沒了 等一下 你們兩個 祝大家美夢成真 哦 so nice 祝大家殘生不老 哈哈 祝大家 好運長伴 年年 順心 就說了 好 好 最後 汪木清不敵澳門仔 江信熙結束接龍遊戲 勝出者就是江信熙 江信熙 恭喜你 我們會有這個 獎禮送給你 好 這是腐竹嗎 腐竹 什麼是腐竹 給他選擇了個腐竹 真的 他是不羨慕 貓祖魚是一種內定 這是內定嗎? 貓祖魚是一種內定 真的不是內定 我們說好 這是被內定的 黑木… 絕對是黑木 對 真的, 他最愛重曬… 剛說了, 他最愛吃不重曬 現在是腐竹 沒有黑幕 送上江信熙最喜歡吃的腐竹 純為搞笑 最後我們送上傳統賀蓮食品 哼得一種餵食學員很開心 那我們最後一起祝大家新年快樂 最近有將軍澳的屋苑 出現了天價泊車費的停車場 短短泊了十分鐘 你們猜一下要多少錢? 竟然是顯示要收十二萬三千元 但網民的留言就最好笑了 有人問是否收費機AI半變 也有人說是新年開閘要給開門禮事 幸好市主用八達通才過不了數 當是少鳥一側 稍後回來繼續東張西網 新年行大運 適逢今年龍年 當然要去有個龍字的香港景點 稍後走運一條龍 回來東張西網 有人跟我們報料 說在餐廳吃到一種很特別的融合菜 究竟是甚麼呢? 二月十一日下午三點二十五分 我在荃灣吃這個下午茶的龍蝦湯意粉 裡面有一顆螺絲 接著我咬到之後 我現在的牙齒又崩了 這裡就是這張單 證明我來光顧過 你看看 看來這位朋友不多好運 新年, 讓我出力幫他轉運 Rossette, 你想怎樣幫人轉運? 當然是像我們東張主持一樣 走回大運, 一起出發吧 年初一鬥完禮事, 還有幾天假期 最好就去逛大運 那今年是龍年 就找有龍職的地方逛逛吧 九龍塘, 九龍灣, 西九龍 全部都有個融節 你不是帶我去這幾道這麼膚險吧 我怎麼會離開你呢? 去年就和大家回深圳通關一日遊 今天留在香港, 一樣有好介紹 還等什麼?出發吧 新年逛大運 當然要找適合一家大小一起去的地方 去位於港島中西區的龍虎山 可以親親大自然 從黑頓道出發, 走到太平山頂 沿途綠樹林蔭 還有很多東西看 有個叢林泡頭 如果你走這邊 就看香港仔水塘那邊 就看大都市的景 如果你晚上來, 就看夜景 那邊比較漂亮 鹿牛皮很漂亮 看到維多利亞港, 西九 我們經過一個地方 榕樹的根很高大, 形成一條橋 龍虎山郊野公園 是全港最小的郊野公園 但都可以逛逐一天 第一站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落成的叢林炮台 雖然啟用了很短時間就沒有再用 但也有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 這裡的炮床和很多營房 都保存得很完整 還有一些槍炮痕跡 不過就記住不要攀爬了 要好好保護這些遺跡 炮床、指揮鎖、彈藥褲 全部都保留在這裡 還有資料板 讓大家了解更多歷史 走到累見到椅子當然要坐下了 但不要看椅子平平無奇 對, 其實它已經過百年歷史了 休息夠就可以繼續前進了 龍虎山有很多條路線 走路桔道去山頂 可以飽覽整個香港的景色 還有一棵烈日古樹名拆的印度茸 樹大得好像拱門一樣 很多人都特地停下來拍照 但是留意, 因為有很多東西 只保全都公共展示 你怪不明白嗎? 你屬於家, 隨便一起去 你會看見了 你會發現, 現在也會聽到 因為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什麼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你會知道 , 我們有些東西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我要去桌球 而且要是 你會知道 本嶺聯和區, 村後面就是龍山 龍山上有五朵芙蓉 相傳有龍跳過山頭 所以就叫做龍躍頭 這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代 聽說現在還保存了 很多典型的中式傳統建築 讓我也去感受一下這裡的歷史氣息 龍躍頭保留了很多鄉村風俗 春秋儀祭, 天候誕, 祭祖, 債宴等等 剛剛過去的十二月 還舉行了十年一屆的太平清照 雖然只有一天參加不了這些傳統活動 但也可以去散步看看古蹟 松嶺鄧公池是1997年 被列為法定的古蹟 別以為十六世紀的建築就很簡單 其實它很多細節都做得很精緻 還有如意吉祥的如意 謝謝, 天保 來到松嶺等公池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池頂這對碎獸塗素 顏色鮮艷 好像有兩隻很開心的 零售看守住保佑村民 走進去, 抬頭看看鉗板和橫樑 上面的木刻, 彩素和壁畫很細緻 還有龍頭木雕, 真是很考功夫 這裡其實以前是廚房 雖然地方不大, 只有三個做頭 但以前每年的二月初一和正月十五 村民們都會在這裡準備幾百人的盤菜 謝謝大家 不過從嶺鄧宮池是法定古蹟 在裡面的設施當然已經沒有在用了 保留下來是想讓大家認識多一點 以前圍村的生活 說明是圍村, 當然會有圍牆 老圍是這裡最早建立的墜落 1997年列為法定古蹟 來到一定要進去看看古井 以前的村民就是在這裡打水 走前一點, 還有一個新圍 雖然他們多次被改建 但圍牆結構和圍村佈局仍然保持緣好 別看這些外牆這麼古舊 就以為它荒廢了 其實很多人還在住 所以參觀的時候 儘量不要騷擾村民 想休閒一點, 浪漫一點 看日落, 沒錯, 跟我來吧 香港可以看日落的地方很多 但農年要應節 當然要去香港十大欣賞日落勝地之一 龍鼓灘 有人形容這裡是屯門最西邊的寧靜海灘 不少人喜歡過來對著日落美景BBQ 或者海灘晚步都挺浪漫的 祝大家今年龍頭龍尾, 龍精苦慢 這個農曆新年通關, 很多人都選擇出境去過年 根據入境處的數字顯示 昨天年初一 全天的出入境人次接近69萬 但是出境人次就有43萬 當中有33萬是香港居民 大部分人都是選擇用六路口岸不常過年 而我就選擇流港消費, 振興經濟 大家除了和親朋戚友拜年之外 留在家看電視 就會見到她和大家拜年了 真正好耳朵, 當然要聽賀年歌 今年還有家燕姐上J Music 和大家一起賀年, 更添喜慶 恭喜發財 謝謝… 你們和家燕媽媽拜年了嗎? 拜祭… 是, 我只是拿一會兒才給利是 除了要恭喜你發財之外 還要恭喜你獲得冠軍歌 我真的很開心 今年我和Shirla合唱新歌 叫《有有有有》 王智英幫我們做監製 可以在勁哥金榜獲得冠軍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 其實我很開心 我可以來到和我一群年輕人一起唱歌 和樂團 我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我的心境還是很青春 你們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嗎? 是… 和一群後輩唱歌, 予以一團和氣 年輕人就更開心了 因為可以鬥到佳燕姐的歷史 成年行好運 稍後八點就會有雙隔四年 再度上演的新年煙花會演 今晚的煙花數量還相當好意頭 一共有23888枚煙花蛋 還有八字造型的煙花醬 蒸著財源滾滾在這裡祝大家龍騰虎藥 還有六年行大運 明天繼續東張西望, 再見 還有最新廟街美食, 夜繽紛 新年參觀本地消費 留意東張西望 最新廟街美食 In as follows